头痛脑热就开炉 一言不合就放血 这是治病还是要命 在中世纪的欧洲 被医生杀死的病人比病毒还要多 当时的治疗手段很朴素 比如胃痛了那就给你安排灌肠 屁股痛就直接上烙铁 最为普遍的一种疗法还是放血 创造这项疗法的人是古罗马医生概伦 贪如女性的月经是将毒素排出体外 因此推断放血能将身体内的污血排出 从而维持体内平衡 而放血的方式有很多种 除了用柳叶刀直接切开外 医生还会用水质辅助治疗 放血结束后会在伤口上涂抹一层粪便 以此增强效果 1685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中风倒地不起 鱼鱼们先为他放了一公斤的血液 再历经催吐、灌肠和抹粪 五天反复的治疗后 查理二世终于上吐下泻 血流不止最终被折磨致死 当时的理发师除了剪头、剃虎须外 还兼任外科医生整点外快 他们能提供的服务 包括放血、拔牙、甚至劫肢 那个时代的医生认为人之所以精神错乱 多半是被恶魔赴了身 治疗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在头上钻个洞 把恶魔放出去 病原手术过程中不使用任何麻醉药物 后来头痛、癫痫等疾病 也用钻孔疗法 当时的医学理论认为 人的头颅就像一个高压锅 出现异常 需要排出浊气才能恢复健康 在诸多荒诞的治疗手段中 有一种生成的胞质百病 但效果却令人大跌眼镜 头痛、发烧、得胃病 灌肠、排毒、治百病 这是欧洲中世纪的治病法宝 其代表人物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他一生中享受了超过2000次灌肠 在当时又有钱的人又要去灌肠 这是彰显身份的一种方式 在15至16世纪 灌肠的需求达到巅峰 一位法国贵人 平均每周要灌三、四次 许多贵妇忙于交际 没时间去灌肠 他们会要求仆人 钻到裙子下面 当着宾克的面进行灌肠 专门手艺最主起源于古埃及 他们认为所有的疾病来源于便秘 只有保持肠道干净 才能为之身体健康 在古埃及 还有专门从事灌肠的岗位 叫做职肠守卫者 你可别小瞧这份职业 法老在古埃及 被视为生命般的存在 能以这种亲密的方式 接触法老是无上的荣耀 在当时还没有吹气筒 人们的灌肠工具非常原始 通常用空心葫芦或者管胀骨头 用人工吹气的方法将药液送入肠道 于是吹气工这种新型职业诞生了 除了吹气 他们还会帮国王或者贵族擦屁股 这个工作虽然听起来很没面子 但在早期的英国 这是一份相当尊贵的工作 因为他们能听到许多皇家秘密 获得成人得不到的权利 而在中世纪的灌肠花样也千几百怪 菊花食谱 从最普通的水、蜂蜜和牛奶 演变到后来的草药、珍珠粉、黄金汤 慢慢变得奢华起来 但多数 菊花食谱中含有T元素 这种重金属服用后 亲自头晕眼花 正在当场丧命 拿破仑就是受害者之一 他因腹痛难忍 而被医生实行灌肠治疗方案 短短一个月被全灌了几百次 最终一命呜呼 除了以上这些暗黑治疗手法 下面这些独特的保健方式 更加脑洞大开 用尿液漱口 吃人血馒头 磨碎山羊粪面泡茶 这不是头脑风暴 而是中世纪欧洲人 最常见的保健方式 当时的人认血液是最好的药引噪 吃下新鲜血液 便能美容养颜 延长生命 所以年轻犯人被处决时 人们会把刑场围到水泄不透 就为了能抢到犯人的身体组织 居然斗剑式和孩子的血液 效果会更好 最后一次人血馒头的记载 发生于1908年 德国罪犯被执行后 有人在刑场直接生饮鲜血 在古罗马的街头还有许多罐子 它是专门乘放尿液的容器 古罗马人认为血能让牙齿变白 它们会像含数口水般含敷尿液 当时的罗马战车夫会磨碎山羊粪便 与醋一起烹煮制成饮料 而一些老山羊的粪便更为抢手 比粪便更受欢迎的是木乃伊 在那个没有抗生素的年代 木乃伊的疗效被传得神乎其神 他们相信木乃伊中按照神秘力量 一眼卖家宣称 无论是鼠疫还是梅毒 用木乃伊就能药刀病除 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突发癫痫 医生大手一挥 开了一副超恶心的药物 头盖骨 据说张有苔癫的头盖骨 疗效最好 当时一具完好的木乃伊 能卖到6000英镑的天价 贵族们为了彰显优雅 会将其磨成粉末 混合着酒水饮料喝下 但最终查理二世还是不治身亡 他究竟是病死 还是个人死的 就不得而知了 只要19世纪医院飞速发展 这些荒诞的治疗手法 才淡出人们的事业 我是老树 我们下期见